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电磁学 讲到电磁学 好多同学都很怕 根据我多年来的观察 同学在这方面为什么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呢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在普通物理下策 讲到电磁这一部分的时候 没有学好 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制度的关系 你的终点可能不够 这方面电磁这一部分 它其实在我们现阶段的电磁学里面 它的基础都在普通物理的电磁学里面 普通物理电磁学部分 如果你这一部分没有在大一的时候 就用最简单的数学语言 就是用微积分 把整个电磁的概念清清楚楚的 在你的脑筋里头建构成一幅图画的话 你在现阶段的电磁学就很难再去建立一个图画 因为现阶段它就是建立在大一的基础 然后加上一些数学的语言 比较深一点的数学 它才能够诠释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不能够讲解的地方 然后你大一没有一个清晰的影像 你现在又加上数学来了 所以你很多时间都花在数学上面 所以很难建立一个图画 因此我现在就用一种方法帮助同学 就是说我们把大一的基础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都在向各位简单的介绍 快速而简单的介绍 免得各位回去再去翻书 然后在遇到现在要有的这些知识 我们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把它接上去 那么让同学学起来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有很多部分都是我们大一的基础所需要有的 那现在你还是需要 你没有这一部分了 你大二的电子学学不好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大部分都是大一基础的电子学 希望各位在这里能够建立一个清晰的图画 然后我们再接受新的知识 好 首先我们要把向量做一个介绍 整部的电子学都是用向量来表示的 如果你向量没有学好 你电子学绝对学不下去 所以我希望各位对向量能够下功夫 确实的把向量跟存量都分清楚 第一 我们讲向量的表示法 我们物理量里头有两种量 一个叫做存量 这个物理量它只顾到这个量的大小 而不涉及这个就是没有方向 比如说体积 密度 温度 这个没有方向 它只有大小 OK 当然还有单位了 第二个就是向量 我们这次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它除了有大小之外 还具有方向性 像以前我们学过的位移 速度 加速度 你知道大小 你还要知道它的方向是什么方向 这就是向量 好 向量各位现在要开始注意了 向量的符号 我们是用英文字母 或者是希腊字母 它的头上加上一个短短的键号 来表示说这个是向量 来表示说这个是向量 比如说这个A上面有个箭头 就表示这个A是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箭号 来辅助我们 表示这个向量 是某个 这个键号 作为某一个向量的一个图示 我们有一个图表示出来 通常都是用箭头了 那你这个箭身的大小 就代表你这个向量的大小 它箭头所指的方向 就是这个向量的方向 它是一般的教科书 或者印刷物体 它向量A 它中常不这么写 它用一个很粗的一个字 来代表 它为什么不这么写呢 因为每一个字上面 都有一个箭头 你看起来 每一天大碗看它 头会发晕 所以我们改用这个 但是你如果抄笔记的话 比较不会 就是根据我的经验 然后向量A 它有很多种形态 这是印刷题了 但很多同学就是因为 书上它没有加箭头 所以它写A的时候 也不加箭头 不行 你写的时候一定要加箭头 向量A 通常我们可以把向量的大小 跟这个向量的方向分开来写 比如说A 这个A A就代表这个大小 U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就是这个方向 这么大小 但是指这个方向 你这个也可以先写U 单位向量 再写A 那这个A呢 是指大小 没有加箭头 就是指这个向量的大小 你也可以把这个A的箭头 向量 加一个绝对值的符号 这也代表A的大小 你先写这个也可以 后写这个也可以 所以我们A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这是绝对值的 这是A的大小 那U呢 在教科书上面 它是用这个符号 比较小一点的 但是很粗 我们是在这里加一个 这好像一个戴帽子一样 单位向量 它是什么 它是向量 被它的大小来除 因此它的大小就是E了 最后 这个大小就是E了 但是它有方向 是一个特定的方向 我们这个是用U来表示 但是不一定 有的用IJK 有的用这个 RZ5等等 好 现在我们看 向量的内积 向量的乘法 A跟B相量 如右图所示 相量A 相量B 这是它们的夹角 首先我们介绍 内积 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 它的定义就是 什么叫Inner Product呢 就是A Dot B 这里打一个点 不一定要这么大了 我这里是特别的 提醒各位 这里有个点 A 我们读Dot B 它的意思就表示 是A的大小 A相量的大小 乘上B相量的大小 乘上两个相量的夹角 的余旋函数 这个就是 内积的意思 这是定义 有中学说 为什么不是Sine 它规定是Cosine 就是Cosine Sine有另外的一个 定义 因为 这两个本来是相量 内积以后就变成存量 存量的时候 你A B 写在前写在后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它是存量 所以两个相量的内积 变成存量 那我们又可以称为 这种内积 又叫做存量积 Scolar Product 因为我们这个乘法 用点来表示 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点击 英文叫做Dot Product 这是U了 D-U-C-T Dot Product A跟B 因为它是存量 所以你先写B 后写A 也没关系 所以 这个顺序不会影响 好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假如两个相量A跟B 内积等于零 可是A的大小不是零 B的大小也不是零 那A跟B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我们就看A Dot B 等于这个 它不是零 它也不是零 但是整个等于零 那一定是Constant Theta等于零 Constant Theta等于零 Constant Theta不是九十度 就是九十度 那就是互相垂直就对了 这两个相量互相垂直 而相当的外积 Outer Product 相当A 相当B 外积呢 它的定义就是这样 A相当 Cross B相当 好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A的大小 成B的大小 成上它们夹角的正弦函数 这个作为这两个相量 外积的大小 它还有方向 U的方向 这U的方向就是怎么样的比呢 就是你的右手伸出来 你小拇指先伸向 相当A的方向 再往相当B的方向弯曲 你大五指伸直的方向 就是A Cross B的方向 记住这个 这叫右手定则 右手螺旋定则决定 所以2向量做外积的结果 它也是向量 所以我们又称这个外积 叫做向量积 Vectal Product 因为我们用的符号 乘法符号是用XX 因此就叫做XG Cross Product 因为这个是向量 你这个前后有关系 A Cross B是这个方向 如果B Cross A 你先伸向B再往A的方向弯曲 这个就是A Cross B方向 你看A Cross B正好跟B Cross A方向相反 相反的话 我们就先有一个负号表示 A Cross B 大小跟B Cross A一样 但是方向相反 我们看这个很特别的就是 A Cross B是这个方向 这个正好 这个向量跟向量A垂直 也跟向量B垂直 也就是说 这个向量它是跟A B两个向量 所决定的一个面垂直 好 我们也看一个例题 如果A Cross B等于0 可是A不等于0 B也不等于0 那结果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这个向量当然不会是0 A不是0 B也不是0 那一定是三c大是0 三c大是0 0 C大就是0度或者180度 那就表示 0度的话 B向量跟A向量同方向 如果180度的话 B向量跟A向量的方向相反 好 现在我们介绍 三维的迪卡尔坐标 如果我们一个空间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X轴 Y轴 跟Z轴这三个轴 这互相垂直 X轴 Y轴 Z轴 Z轴 X 好 这三个轴 好 这三个轴 我们说是迪卡尔坐标的 三维的迪卡尔坐标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X 这个当作Y 这个当作Z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是不是 我随便乱来都可以 我说这个是X 这个是Z 这个是Y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好 这个轴 它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个方法 决定 就是说我们将XYZ XYZ 这样交替的这么写 好 那么如果这是X轴 那么我们右手转过去的这个 右手转过去的这就是Y轴 Y再转过去就是Z轴 就是说你X往Y的方向弯曲 但不是的方向是Z方向 小拇指由Y往Z方向弯曲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X方向等等 好 那这个 如果你这个是X呢 那这个就是Y 这就是Z也可以啊 也是XY就是Z 可以 可是你如果不是这样 你看 如果这是X 这个是X 这个Z这个Y就不对了 你X往Y方向弯曲 方向跟Z就相反了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叫做右手坐标系 所以以后你们画坐标不可以乱画 全世界我们都用这个右手坐标系 这个就是我们在XYZ的正方向弯曲 这个就是XYZ的正方向弯曲 在Z 正方向弯曲 这就是XYZ的正方向弯曲 我们是把这个向弯曲 我们是把这个向弯曲的位 画在这个圆点 箭头画在指向任意方向 这是向弯曲 这个向弯曲 那么它的三个分量 比如说 这个 跟Z轴的夹角是θ 所以它的Z分量就是A sinθ A cosceta A cosceta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分量 它在这边的 这个分量就是这个分量 它是等于 A sinθ 这是A sinθ 它投影在这里是A sinθ 然后它的AX就是 A sinθ的cos5 A 我们可以写成AX加AY加AZ 然后AX 就等于A sinθ 这是A sinθ 这是A sinθ cos5 这个呢 是A sinθ Sin5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AZ就是A cosθ 这是迪卡尔坐标 我们画在 任意的一个向弯 在迪卡尔坐标 我们是这么画 从原点开始 画这个箭头 然后它的大小 大小 它的大小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 就是这个大小 然后这个跟这个夹90度夹 就是 这个跟这个夹90度夹 这个就是它 所以它的平方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就是这个 所以它就是AX平方 加AY平方 加AZ平方 这个要记住 这个你要把这个几何的关系 完全要了解 我们现在要看 迪卡尔坐标上面 单位相当的内积跟外积 内积 就是I dot I J dot J K dot K 等于什么I 跟I 两个同方向 E乘一 乘cos零度还是E 这也是E乘一 乘cos零度 然后这个呢 E乘上E 因为这是Y的方向 加90度 乘cos90度就是零 所以不同的 单位相量 内积就是零 然后外积呢 要记住 I cross J 就跟J cross I 一样 I cross J 你看 从X轴 往Y轴 弯曲 大模式的方向 就是Z轴 就是K 因为这是E 乘1 乘90度 还是E 所以方向是K 大小是E 所以I cross J 就等于K 它等于Fu J cross I J cross K 等于I Y轴 往Z轴的方向 弯曲 就是X X方向 这大小是E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一组啊 你一定要 多多去用它 用手了 就你以后用它 马上就出来 不需要去比了个半天 要用得这么熟 OK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有两个项量 用迪卡尔做法表示的 A项量跟B项量 我们要求A项量加B项量 A项量减B项量的值 还有A dot B跟A cross B A加B 我们就把A项量 写在这里 加上B项量 两个项量相加的时候 我们就是 X分量跟X分量加起来 I X加BX 再加上 J AY加BY 再加上K AZ加BZ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然后 减的话呢 那就是 你先写这个 再减掉这个 于是 它就变成 A 这个 先写 就是A减B 在这里啊 AB 你谁先写 谁后写都没关系 在这里不行 A在前 A就是在前 X就加前 B在前 B在后 BX就是在后 好 这个是 我们看的 加减 两个项量的加减 现在我们看乘法 A dot B 注意哦 项量的乘法就两种啊 一个dot plot 一个cross plot dot plot 是这里一个dot点 用点来表示 cross就是用XX表示 但是它没有说 A相当 B相当当中 也没有点 也没有差 这个不行 我们 存量可以 存量说 我A dot B 就跟A乘B一样 比如说 X乘外 可以写X dot Y XXXY都可以 但是这个不行 就是 不是dot就是XX 我先写这个 再写这个 dot 那你现在就不能用内积的定义啊 内积的定义就是说 A dot B 是对A的大小 乘B的大小 乘上两个向量夹角的余选函数 这个大小没问题 AX平方加AY平方 加AZ平方 开更好 B的大小也没有问题 BX平方加BY平方 加BZ平方 开更好 问题在 这两个的夹角 你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就把X这个 把它展开 比如说这个乘这个 那I dot I 像样写在一起 AX乘BX 然后再来 这个dot这个 I dot J 然后AX BX 然后再把这个dot这个 就是I dot K AX BZ 然后再把这个 加上这个dot这个 就是J dot I AY BX 等等 这个乘 然后来这个乘 最后变成这九项 这九项像这个AX BX AY BY AY BZ 这个没有问题 这就是纯量 4乘5就是20就好了 问题在这里 这个就要用到 我们刚刚讲的 单位相当的内积 这个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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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都是0 其他的都是0 所以它只剩下 这三项 对角线这三项 这个你可以把它 当作公式来用 A dot B相量 就等于AX BX 加AY加BY 加AZ 加AY BY 加AZ BZ 这个是DOT PRODUCT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以后这可以当公式用 再来我们看 A X B 你把这个先写 后写这个 然后也是把它展开 展开跟刚刚一样 只不过这里都是用CROCKS 这个都是用CROCKS 这个CROCKS的话 我们就用刚刚讲过的 单位相当的外积 单位相当的外积 这个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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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X J 等于K 然后 J X I 等于-K 我们可以把这两项 K写在这里 I呢 比如说 J X K 是I I 这个 还有K X J 是这项写在这里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的三项 你说这个好蛮记 跟刚刚比 当然这个是比较复杂 但是 不是说它就不好记 我们怎么记它呢 你看 我们先看这三项的第一项 第一项 我们还是把X Y Z X Y Z 这样交替的写 然后呢 我们看第一项 看第一项 单位相用X 第二项用Y Y分量 第三项用Z分量 就是I A Y B Z 然后这个呢 跟它正好相反 就是A Y B Z 后面这一项就是 A Z B Y 选到这个 第二项呢 就是从Y开始 单位相用Y就是J 好 然后 A 就是用Z分量 B B就是用X分量 这个就是A X B Z Z也是一样 K 从这里开始 Z 然后 A就是X分量 B就用Y分量 OK 这个 很好记 你多用几次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用 行列式 来表示这个字 行列式通常 你在迪卡尔坐标用不着了 这个 一下子就记起来 这个通常用在 原柱坐标 跟球坐标上面 你把这个展开 就是这个 比如说 I A Y B Z 然后呢 减掉 A Z B Y 就是这个 OK 这里就是各位要知道 一个向量 它的大小跟方向 不会因为你用的 哪一个坐标 而改变 不会 它是多大就是多大 什么方向就是什么方向 但是 你用 坐标系 不同 比如说 我迪卡尔坐标 圆柱坐标 跟球坐标 你把这个 相同的一个向量 分成分量 就不一样 因为 分量的方法不一样 迪卡尔坐标 一个相当在 迪卡尔坐标的分量 跟它在球坐标的分量 跟圆柱坐标的分量 它的分法不一样 所以 坐标系不同的 它是什么不同呢 它是 坐标的 这个向量的分量不同 但是整个向量 的大小跟方向 还是一样 这个 我在讲义里面 有证明给各位看 我这里就不再介绍 你只要记得 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到 这是我们现阶段 常常用的一些 向量的算符 第一个 存量F的T度 gradient的F F是一个存量 gradient的F代表什么东西呢 这个代表什么 我可以用一句话把它表示出来 但是讲了半天 你一定听了还是 听不懂 现在我们就慢慢来介绍 到底这个向量是什么 比如说我在一个迪卡尔坐标里面 有向量F的分布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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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F的分布 比如说这一点 在XY还有一个Z轴我没有划出来 因为划出来就太乱了 这一点 这个存量的值叫做F 但是跑到另外一点 就是说这个 跑到X加DX Y加DY Z加DZ 这一点的时候 就两个不同点 这个F呢 就变成F加DF 就是说它这个F有一个增量 DF 你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往这边去 这一点直直这一点 这是一个位移向量 位移向量 叫做DL 它就起初在这里 幕后在这里 这就是位移向量 位移向量呢 我们可以表现 这是DL 这是位移向量的基数 很小的一个基数 这个分量是DX X方向DX Y分量 大小是DY 方向是Y Z方向没有划出来 大小是DZ 方向是Z 然后 我们说它从这里 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字改变了 变成有一个增量 看到没有 有一个DF增量 这个增量是多少呢 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表示 这个方法要记住 你看我解释它 这个DF就从这里到这里 整个存量的改变 有个增量 DF 这个DF就等于 你现在可以算出来 怎么算呢 就是说 如果我知道 F在X的方向上的变化率 Partial F Partial X 就是说我从这里 X方向改变一个DY 它的大小就变成Partial Y好了 其实就是DY了 它的增量就增加一个DF 就是比如说 我每一公尺 F增加一个DF 那我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多少公尺 DX公尺 每一公尺 它就增加DF 那我总共DX公尺 它就增加 这个乘DX 然后我还要知道 如果我又知道 F在Y方向上的变化率 就是说 我朝Y方向 前进一个DY的距离 它的F就增加一个DF DF 然后这个也可以说 单位长度 Y方向单位长度增加这么多 那我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长度是多少 DY 那乘上DY DZ也是一样 所以X方向 所以X方向总共增加多少 Y方向总共增加多少 Z方向总共有多少增量 这就是全部的DF 记住这个定义 现在我们来看 DF等于这个值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值可以把它写成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这个向量 Partial F Partial X 的X方向 这就等于这个 这个方向 只有这个做大小 然后 DF 这个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 X DX Y YDY ZDY 你看 我们两个相当做内积不是等于 这个乘上这个吗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就是它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说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诗字 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 我们念之念 Del F Del F 就是代表 这个 这个向量 这就是T度 我们这里 你现在还不晓得 T度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 这个是T度 T度是什么 就是F 在三个方向上面 单位长度的变化率 三个方向上面 单位长度的变化率 作为分量 所构成的一个向量 X方向的变化率 乘X分量 Y方向的变化率 称为F的Y分量 Z F在Z方向的变化率 称为F在Z方向上的分量 这个就是F的T度 我们称它叫做F的T度 那后面这个就是DL F Del F Del F称为F函数的T度 我们也可以念成Gradient F 或者叫做Del F就可以 这里要强调 这个式子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DF等于Gradient F 叫做DL 以后常常用到 我这里提醒各位 这个等于这个字 以后常常用到 我们刚刚说 Del F 是这个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有个F 把F拿出来 里头就变成Partial Partial X X Univector Partial Partial Y Y Univector 等等 我们就把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个量 称它叫做Del 这个量什么也不是 不是什么物理量 因为它不完全 它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算符 算符 它本身没有意思 但是如果你一个F 被它来作用的话 就有意思了 它就变成Gradient F 或者叫做Del F 那这个Del 就是一个算符 本身没有意思 但是它作用在某一个 像量和存量上面 它就有意思了 比如说 算符 就好像是一部机器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比如说我们有个字 罐头机器 罐头机器摆在那里 它什么也不是 你不晓得它做什么用 你不晓得它 它也不能吃 也不能 看也没什么看头 可是很奇怪 我把一只鸡把它丢进去 让它作用 它就会产生鸡肉罐头 鸡肉罐头就有意思了 就是鸡肉的罐头 你可以吃它 当食物 你如果把一头猪丢进去 经过这个机器的运作 出来就是猪肉罐头 一头牛 赶进去 经过这个机器的工作 出来就是牛肉罐头 就有意思 对不对 不过你要小心 不要自己掉进去 掉进去出来就是 人肉罐头 T度的大小 我们说这个 这个是T度 它是向量 都有分量 对不对 X分量 Y分量 Z分量 那么它的大小 就是绝对值得 Grading F 它就是这三个分量 平方和 再开更好 你也知道 Grading F 是什么样的表示法 大小是什么 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 Grading F 到底是什么 所以Grading F 可以说一个 很神秘的东西 很神秘的东西 我们再看 比如说T度的大小 是这个 现在我们看一个 曲线 函数 函数曲线 这一条 我们把它 不要画的太 太这个 不规则 我们画成规则的 这一条 代表函数F 函数F 可能 听起来 觉得 很玄 我们就说高度 高度好了 高度好了 height 函数代表高度 就是代表某一个地方的高度 在这个上面的每一点 高度都相等 就是等高线 另外又有一条F 这个F呢 比这个多一个DF F加DF 整条函数 整条曲线都是这个值 那对于高度来说 它就是H加DH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高度 每一点的高度都一样 而每一点的高度 都比这个地方的高度 要多一个DH 比如说有这两个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 曲线 那比如说我从P点 高度是这个 到这一条曲线上的 Q1 Q2 Q3 不管到哪一点 你走的距离可能不一样 位移可能不一样大 方向也不同 但是 它高度的增加都是DH F都是DF 都是DH 那记得有这么一条函数 现在我们例 本来DF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向量 这个是位移向量 这个是T度向量 那根据内积 它可以写成T度的绝对值 就是T度的大小 乘上位移的大小 乘上两个向量的 夹角的余旋函数 可以这样子 从函数曲线 F上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这个写错了 DL1 DL2 DL3 不相当 不相当 Q1 或者Q2 Q3 的位移 这个不对 这应该DH1 DH2 DH3 它的 变化都相当 但是这个长度不相当 位移不相当 这个不相当 这个不相当 但是 它的DF的改变 通通相当 你看 DF就是DH 它到这里 跟它到这里 它到这里 DF都相当 可是DH也相当 高度差 你从这个 这个跟这个高度差 也是DH 这个高度差 也是DH 这个高度差 也是DH 这个写错了 这个不相当 这个应该有一个 不等式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三个不相当 我们从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DH1最短 其实是这个 再来就是这个 而这个都相当 那么 一个等大小的东西 被不同大小的值来除 那这个越小 那这个越小 这个分数就越大 这个就比这个大 这个又比这个大 有这个关系在里面 当DH1的方向 当DL的方向 与Grading F的方向 相同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方向 现在我们只知道 现在我们只知道是DL 就是说这个 不是这个乘上这个 这个值是等于零的话 它不就是等于 这两个相乘吗 对不对 这两个相乘 好 你不要看这个常书 这个常书多一些了 就是等于这个 就是等于这个 你常书 不要写常书 好 然后Grading F 我们现在就取 DF 就是这个值 它本来DF 被Delta L来除 而L的大小 不相等 对不对 我们取 比如说只有这三个值 我们取最小的一个 这个大家都想的 这个是最小 那就是最大了 这个变化率就是最大 就是说 F 在L 就是你路径 的变化 就是你移动一公尺 这个F变化最大的地方 就成为 这个就是FT度的大小 FT度的大小 比如说这三点 这个是最短 不管你哪一个都比这个大 我们说 你这个被DF来除 那DF 被DL1来除 就是这个T度 T度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P点 我们取F 在P点 取F跟D加F 就是这个 跟这个函数之间 F的空间变化率 有最大值的 这个最大值 就成为是 两个函数的T度的大小 就是你有两个 比如说我们 这个当然是 两个等高线 那么它的变化就是DH 那你从这一点 到这里 跟到这里 跟到任意一点 长度都不一样 我取最短的这个 每一点都取 无穷多个 DL1 DL2 DL3 无穷多个 我取最短的一个 来除 DH 除上这个 那就是 称为 这两个函数的T度 T度 具有以下的个性质 T度 是这个 我们知道什么T度 就是F函数 在三个轴的 方向上面的 空间变化率 作为 作为 分量 这大小 作为分量 所形成的一个向量 叫做T度 它的大小 就是 这个T度 就是两个函数 都相同的时候 两个函数的差 相同的时候 最短的这条路 上的变化率 就是最大 这就是T度的大小 T度的大小 还有就是 T度的方向 它是从比较小的指 指向比较大的指 从F比较小的指 指向比较大的指 这就是F 所以 什么叫grading F呢 它就是一种函数 一种函数 它在三个轴 的方向上面 空间的变化率 作为分量 所形成的一个向量 它的大小就是 这个函数 空间 函数 它的空间变化率 有最大值的地方 我们就称它 这就是grading F的大小 方向就是从最小的值 到最大的值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是等高线 好像一个山脉的等高线 500公尺 400公尺 300公尺 200公尺 100公尺 我现在P点画在这里 我这个 看你P点画在哪里 它的T度要看你P点画在哪里 我从P点到这里 从500 从 这个是200 到300公尺 P点画在这里 然后你从P点到这条线 可以画很多 很多距离 这个距离 都不一样大 可是它的高度差都一样 都是100公尺 好 那么最短的这一个 最短的这个 就是代表 它的T度 它的T度 就是最短的空间变化率 这是100公尺 这个最短 这个就是它的T度的大小 也不是被这个柱 100公尺也不是被这个柱 被最短的这个柱 DH当然就等于这个 C大等于0的时候 DH等于这个字 那么 Gradient F就是取最大的空间变化 OK 好 以上是我们介绍 Gradient Gradient F Gradient F就是指 一个函数 它变化 变化量 增量是多少 那么这个增量的 DH的这个方向 Gradient F 它就是等于 F在三个 坐标的方向上面 它的空间变化率 作为存量 这三个分量 所组成的一个向量 好 底下我们要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面积向量 Area Vector 这个很重要 这个以后 常常用到 要注意 面积本来只有大小 哪里有什么方向 比如说你这个黑板多大 多少平方公尺 可是我们现在 以后要讲 某一个向量 穿过这个面积 的通量 就是有个向量 从这里穿过去 它的通量是多少 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 这个向量是从这边穿过来 还是从这边穿过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怎么表示法呢 我们就把这个平面 比如说这是一个平面 它有面积 比如说是A 我们就取这个正方向 就是跟这个面积 垂直的这个方向 我们令它这个方向是正方向 那这相反就是负方向 OK 所以一个向量 面积向量的方向 跟面是要垂直 要记住 跟面垂直 所以假如我另外有一个向量B 它是跟这个面平行的 那你就要知道 它跟B向量跟A向量是垂直 如果我另外有一个向量C 它也跟这个面垂直 那么它就是跟这个向量A平行 要记住这个 这是我们直接取一个平面 有时候这个面 不是一个东西 好像是我们一个垫线 绕成一个圆形的线圈 它的电流是这样子流的时候 那这个线圈所围成的面积 它的方向A就是朝这边 也是垂直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右手 小手指头 小的手指头 是远到I的方向 竖起来的大拇指就是A的方向 当然朝这边就是负的 如果你当初的电流 不是这么流 是这么流 那A就是朝这边是正道 还有一种就是 它也不是电线 它是一个路径 积分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有所谓的线性积分 路径积分 路径积分就是一个量 圆着这个路径积分 圆着这个方向积分 这个方向 那这个路径所围成的面 的面积向量 就是也是一样 跟这个面垂直 你右手小拇指 是DL的方向 就是它路径的方向 大拇指就是这个 面积向量的方向 以上这个是平面 平面大概就是这三种 然后有的面 不一定是平 它弯曲面 弯曲面的话 它有没有总面积 有啊 总面积S 但是它的方向向量 但是它的方向向哪里 面积向量 朝哪里呢 你画不出来 因为 你画得跟这个面垂直 它就跟这个面不垂直 所以不像这个 你画这个 它跟这里垂直 也跟这里垂直 也跟这里垂直 所以一个弯曲面 它的总面积向量 画不出来 也没有什么意思 总面积向量 没有什么意思 那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是怎么样 把这个曲面 弯曲面 分割 假装分割 假想的分割 分割成无限多个 小小的小区域 无限多个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比如说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这个区域 因为它无限小 所以你这么看起来 它就是 就等于是 好像平的一样 那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垂直的向量 DA1就可以当做 这个面积向量 这个面积激素的大小 DA2就是 这个面积激素的大小 因为这个已经变成 无限多个 无限小 无限小的话 你跟这里垂直 跟这里呢 也差不多垂直 没有显著的变化 如果你能还看得出来说 这个地方的面积 相当跟这个地方不垂直 那就表示你这个 还没有资格叫做 DA 就是没有资格 称为 你把它分割成 无限多个 这是封闭面 当然你取这个是DA 那反方向就是负DA 这个是DA2 反方向就是DA2 如果是封闭面的话 closed path closed surface 那也是曲面 我们也是看它的面积激素 我们也把它分割成好多个小面积 这个面积激素 跟这个面积要垂直 如果是封闭面的话 我们有一个 大家都同意的方法 就是朝外的密集系 向量是正的 朝内的是负的 ok 朝外的是正 朝内的是负 好 你记得这些 现在我们要介绍 什么叫做通量 家庭网这里 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有向那A 就是说这个空间 有向那A的分布 在这个点的向那A 这向量是A值 它的大小是A 方向是朝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区域 选一个DA DA通常是很小 我这个画得很大 原因就是说你不画大 我不画大你看不见 真正DA你看不见 好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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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是跟这个垂直 好 那这个是向那A 什么叫做向那A的通量呢 向那A的通量就是 我们用D5A来表示 向那A的通量 它就等于向那A 跟DA做内积 它的值就是等于A的大小 秤cosσθ层dA 这个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向那A 在面积向量的方向上面 的分量 乘上DA 这就是它的通量 好 现在我们 你可以假想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是一个窗户 窗户 窗户是这样开 这个是正的 跟窗户垂直的方向 假如我有一个手电筒 照射的光线是这样照 我这里有个墙壁 这一束光线到墙壁上 它有一个亮度对不对 你这个越大通过来的光就越多 这个跌越小通过来的光就越小 当然这里墙壁就有一个亮度 可是当我们的手电筒不是这样子照 是这样子照 也跟这个面垂直的话 它在这个墙壁上面 所构成的这个亮度 要比这样子照要亮得多 那就是指它的光亮 通过来的亮 要大 对不对 比这样子照射 这样子照射 比这样子照射通过来的亮光要多 所以flux A的flux就是A在DA这个方向上面的分量 乘上这个面积就叫做通量 就叫做通量 这是一个面 当然这是小面积技术 如果你是一个弯曲面的话 你的A有各种A的分波 这里的A跟这里的A可能不一样 如果手电筒一照 它A处处不一样 通过这个的量 通过这个的flux就是A.DA 这个也有 比如说这是A.DA1 这是另外一个A.DA2等等 这个是它的面积技术所通过的一个小通量 这小通量的积分对整个面的积分 整个S面的积分 那就是等于DA D-flux A的积分 这就是通量 整个曲面的通量 有意思 它是存量 就是这样子 封闭面的通量 如果这个面是封闭面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积分号写成这个样子 当中有个圈圈 圈圈就代表是封闭面的意思 这个是指通量 好 这里我们讲了好多DA等等 这个很微妙 你一定要懂 要不懂的话将来 有很多问题 你搞不懂 比如说我这里有两个点 这两个点的连线就是D-L D-L就是它的长度 那我们说 当这里有个点 我取的点不要这么长 无限的去这里的话 就是这个D-L 小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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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但是它就不是零 那这个时候你所取的这个D-L D-L我们就可以用D-L来表示 D-L就表示 你这个长度几乎去零 比如说你这么长 叫D-L不能叫D-L 我取这么长可不可以 还是太大 我取这么长呢 算不算D-L也不算 我取这么长算不算 还是不算 那我取这个长度的一分之一 这个长度 那就看不出来了 比这个小太多了 那算不算D-L 还是不算 那到底多长才算 算D-L 那就是说 你说D-L有多小 反正D-L就是比你的D-L要来的小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总是比你多还要小 你说它十万分之一 它比你这个还小 你说一百亿分之一 它比你这个还是很小 因此 如果是D-L的话 你如果变成D-L 那这个长度 几乎就是一个点 对不对 因为它无限区近 它就是点 面积也是一样 这个面积有一个 D-L 这是它的面积 当这个面积 无限的缩小 缩的趋零 就是这个趋零 我们就说这个面积是DA 你说多小 这个算不算也不算 这个还是太大 这个也是太大 那趋零就是说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就是比你说得更小 这就叫做DA 所以DA本来是一个面 当它变成无限小DA的时候 DA是一个面 DA它就是分一个点差不多了 同样的道理 一个体积 D-L 当D-L 无限的缩小 缩小 缩小 缩的无限的 趋近于零 那这个体积就叫做D-L 那说得这么小 不算D-T 这个也不算 这个也不算 那多算才算呢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说得比你还小 那它其实也就是一个点 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以后我们有很多这种东西 它就是涵盖了这个概念 你要懂得这个物理意义 将来我讲很多 有关于这种东西 Limit 你就会明白 就会知道 我在讲什么 好 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